接着叫做产生全坡 右边这个图你可以看到我的手去抖那个绳子 上下四分之一四分之二往下四分之三往上四分之四 我的手抖了一次我的手震动了一次 就产生了这个形状的坡这样叫做一个全坡 叫做一个全坡 然后呢这个全坡如果往前传传到P点 这个P就会顺着坡也上下一次 也就是说我的手拿着绳子震动一次 它就产生了一个全坡 这个全坡往前传传到了绳上某一点 这个坡经过之后 这个这一点也会上下震动一次 我的手震动一次产生一个全坡 一个全坡经过 戒指也会震动一次 我抖一次就有一个全坡 我抖两次就会有两个全坡 所以我如果不停的抖 就会有不停的坡 这叫做连续周期坡 我们国中就是教你连续周期坡 我们不停的抖一直都有坡 一直都有连续周期坡 所以我们就有连续性的震动 所以我的手在这里不断的震动 它就会不断的产生出坡动 这样叫做连续周期坡 一样重点叫做明词 先弄懂明词 我不断在抖就不断在坡 明词第一个坡风 最高点叫坡风 图上面的A跟C 讲义上有图 图上面的A跟C就最高点叫做坡风 最低点叫坡风 讲义上有图 B珠叫做坡股 最低点叫坡股 最高点AC叫做坡风 然后 坡长 一个全坡的长度 一个全坡的长度 叫做坡长 一个全坡的长度叫做坡长 我们国二都用公分 国二都是用公分 符号这个叫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是希腊字母 念作滥打 讲义上有写 念作滥打 看起来很像中文的入字 中文的入字 滥打 公分 我们习惯上说是从坡风到相邻的坡风 或者是坡股到相邻的坡股 原因 因为我们以前有个水坡槽实验 光照下来 坡风会形成亮纹 坡股会形成暗纹 所以我从亮纹量到亮纹 从暗纹量到暗纹 我就会量到坡长 这样比较好做 不然你说从中间到中间 中间很难搞 但是理论上是 只要从这个位置到相邻的相对位置 就叫坡长 所以图上面的SY 也叫做一个坡长 图上面的SY也叫做一个坡长 OK Wave length 坡长 You can think of a wave as a series of high points and low points A crust is a high point of a wave A trough is a low point 然后你从一个位置 拉到它相对的位置 那叫做坡长 就是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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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说不一定要坡峰到坡峰 坡不到不是我们习惯上这样做 坡峰到坡峰 坡谷到坡谷 OK 浪打 公分 政府 刚刚给你看过了 政府就是平衡点到最大位移 所以在图上面 就是那个虚线就是平衡位置 从虚线到最高点 或者虚线到最低点 就是那个E跟E point 叫做所谓政府 注意 不是A到B 也不是C到Z 只有到中间 刚刚给你看过了 刚看了影片看过了 那叫做所谓的政府 政府代表是他的能量 这不代表他的能量 然后剩下两个交过了 一个叫周期 周期就是振动一次的时间 或者就是产生一个全波的时间 叫做所谓的周期 代号用T 习惯单位用的是秒 频率 就是 一秒钟单位时间之内 能够振动几次 会有产生几个全波 用F表示单位是赫兹 重点跟刚才一样 周期跟频率互为 导数 相乘等于 一 他的重点 名词解释 了解 OK吗 好 刚才举例都是所谓的横坡 高低坡 坡峰跟坡 那如果是重坡呢 重坡就比照就好了 你把密布 当作是坡峰或坡骨 把输布当作是坡骨或者是坡峰 然后就对照一下 也可以知道什么叫坡长什么叫正骨 也可以出来 都一样 这个是重点 这个是重点 刚才讲过 我手振动一次 就会产生一个全波 产生一个全波的时间叫做周期 叫做周期 所以 然后呢 你不断的产生坡 抖一次产生一个全波 再抖一次 再产生一个全波 所以把原来坡就往前推 推了一个全波成一个坡长 所以跟你讲说 震动一次 会产生一个全波 会前进一个坡长 会前进一个坡长 然后 然后 两边 手 趁 动 一 四 趁 趁 趁 动 一 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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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就是这边的这句话 就是这边的这句话 震动一次 经过四个政府 产生一个全波 口诀 背下来 我后面要用 震动一次 产生一个全波 前进一个坡长 历史一个周期 上下四个政府 震动一次 是 产生一个全波 前进一个坡长 历史一个周期 上下四个政府 这句话 后面要用 你给我记好 你给我记好 我后面要用 我记好 请问 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坡速 坡前进的速度 这东西非常好备 请问你 100公尺 跑10秒 跑多快 1秒 每秒 10公尺 怎么算 100 处理 花多久时间走多远 距离处理时间 叫做速度 正常对吗 OK 所以 距离处理时间 叫速度 刚才跟你讲过了 任重一次 产生一个全波 前进的波长 必是一个周期 所以一个周期的波长 一个波长 所以周期分支波长 叫做波数 所以波数就是周期分支波长 因为老师刚才交过了 一个周期会走一个波长 会走一个波长 那请问你 为什么会变成 频率乘以波长 最早的 尾重文 这样 尾重文 根据刚才的想 根据速度的基本想法 多少时间走多远叫速度 一个周期走一个波长 所以公式叫做周期分支波长 波长除以周期叫做波数 为什么会变成 频率乘以波长 他今天不在 找个女生吧 14号不在 LM5 李明萱 为什么会 为什么周期分支波长 为什么周期分支波长 会变成频率乘以波长 你讲话 你有讲话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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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周期跟频率互为导数 周期分支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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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平常喜欢背的是英文 V等于T分支波长 等于F乘以波长 叫做周期F叫做频率 我随便你怎么背 可是你要记得 频率乘以波长 周期分支波长 未来考试就会考这个 请你算波长 请你算波长 请你算周期 请你算频率 但有一天不用算 看课就好 看道课就知道周期多大 看道课就知道频率多大 不用看课了 不用计算 日算式 周期分支波长 频率乘以波长叫波数 T分支LAMD F乘以LAMD 根据速度的基本观念 花多久时间走多远 我一个周期走一个波长 你就知道波数应该是周期分支波长 为什么周期分支波长 可以变成频率乘以波长 因为周期跟频率互为导数 周期分支一就是频率 频率分支一就是周期 我再跟你讲过是重点 周期就跟你讲过是重点 OK 然后波数 重点 波数指跟介质的种类及状态有关 跟波元的频率及政府无关 这里有同时 这里有水 一秒钟点一下 速度每秒10公分 一秒钟点两下 速度每秒10公分 每秒钟点三下 每秒10公分 跟频率无关 轻停点 每秒10公分 用力点 每秒10公分 跟政府无关 指甘介质的种类及状态有关 什么叫种类 你是通气还是水 还是同化 要种类 你叫状态 你是深水是浅水 你是热水还是冷水 要状态 习惯通常 细神 深水 紧弹簧 热空气 传播比较快 刚才看那个影片 最后 上下来看弹簧 下面弹簧快 为什么 下面拉的比较长 弹簧封得比较急 所以传播比较快 紧弹簧传播快 松弹簧传播慢 细神 深水 紧弹簧 热空气 热空气是未来要浇的 热空气是未来要浇的 船波比较快 比较快 先不服较快 是